好的各位觀眾 塔利班以勢如破竹之姿 占領了阿富汗 因為速度非常的快 導致很多國家在撤離的時候 留有一些不該留的文件在現場 有一名外媒的平面記者 他就進入到了阿富汗空蕩蕩的英國大使館 結果就發現到了 竟然在地上留有阿富汗員工的名單 高達了7個人 包括這些人的姓名地址 聯繫方式通通都在上面 他就循現撥打的電話出去 發現到有部分的人已經離開了阿富汗 這算是好的 但還有人留下來 因為他們根本連機場都沒有辦法靠近 同時的話 還有至少兩名的求職者 現在是屬於狀況不明的 而英國首相強身之道了以後 也下令要徹查 那麼除了英國人 把阿富汗員工的名單 離留在現場並沒有銷毀 再來看一下美國 美國他們竟然把一份待撤名單 裡頭包括了美國公民 持綠卡的人 以及最後一項 那就是為美國效力的阿富汗人 把這個名單交給了塔利班 引起了各界一陣撻伐 甚至川普就說 這個動作根本就是愚蠢至極 因為這會讓這些人 引來了殺身之禍 再來看一下 有一名退役的美國軍人 他取了一個波羅快遞的代號 同時的話 他便祕救援了至少630個人 離開了阿富汗 他說他在做的 是政府沒有做 但是是美國人應該要做的事 主播 請訂閱按讚分享 TBS News頻道 並開啟小鈴鐺 也請用手機下載 TVBS新聞APP 隨時掌握國內外達事